中国大陆江苏省长熟市 四日晚间发生城市管理人员暴力执法过档 殴打长熟花溪路水果摊贩致死 引来上千民众激愤围攻 中国大陆周报南方周末今天报道 几名大陆地方基层干部透露 他们升官有相当难度 还有大陆官员直言 干部提拔六成要看人际关系 四成看工作表现 美国媒体报道 中国大陆四所高等院校 移成共军骇客的训练基地 武汉大学 蓝翔技校 交通大学 信旗工程大学都与网军61398部队关系密切 不断为共军提供新鞋 大陆营监会昨天公布商业银行 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显示 今年第一季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为人民币5265亿元 创近四年最高纪录 也是连续第六季上升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下镓好的 他方文字 канал 我们下载瞑记得资 Anne 我们下载瞑 instal 这